救護車趕來救人 遭到壓制的嫌犯 不斷大聲吼叫 被抬上擔架的 就是二十五歲的零性店員 右前臂遭嫌犯砍斷 被緊急送往醫院救治 救護員忙著救人 警員則在現場壓制兩名嫌犯 當場逮捕 嫌犯行凶前噴灑辣椒水 不僅傷到犬舍三名店員 也傷到自己 警察跟著座上救護車 押解兩名嫌犯刀院檢查 因為他們持刀闖入犬舍行凶 將店員砍成重傷 事發就在彰化園林萬年路 與園林大道口一處犬貓舍 二十五號晚間七點多 零性店員與其他兩名同事 當時在犬舍店內 兩名十九歲嫌犯帶著武器前來行凶 結果將零性店員砍成重傷 行凶的陳姓與張姓嫌犯 隨即遭到逮捕 於日前 因在寵物店購物時 認為該店的店員 服務態度不佳 心聲不滿 而離去 那該兩名犯嫌 於昨天又前往 該寵物店 與該店員 理論 那一言不合 發聲爭執 被砍成重傷的店員 一度轉院從園林送往彰化搶救 都還沒脫離險境 兩名凶嫌疑似為了購買貴賓 卻不滿店員的服務態度 竟狠心砍人 三星有許說彰化採訪不到